抱手 姐夫好 什么 姐夫好 这都从哪论的这都是啊 我也不认识你啊 没有我是 德云女孩 就是德云社的粉丝 我特别喜欢张云雷 出去 没有没有 够喜欢您 可能看过相声有新人的观众 对于视频开始的这个妹子 还是很有印象的 而万万没有想到 在节目为拿到晋级资格的赵云一 会在龙字科招生的时候 会被如此弃重 甚至有很多人说 她拯救了德云社龙字科招生 这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 今天老魏就给您聊一下 自带云自成为龙字科一姐的赵云一 其实赵云一和德云社 真的是比较有缘分的 赵云一出生在东三省之一的吉林 从小的时候 对于二人传特别的喜爱 特别就是在唱的方面很有天赋 而且功底也很不错 到了高中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张云雷的表演 于是便和所有德云女孩一样 成为了张云雷的粉丝 也就是从这一刻 赵云一开始专演起来的相声 想着有朝一日可以进入德云社 见到自己的偶像 在那个时期德云社 没有不收女徒弟这样的说法 在赵云一考上了大学以后 加入了曲艺社团 并且主动跟着众人外出 参加各种表演 而在这段时期 赵云一的唱功和相声 基本功有了很大的提升 到后来社团有了名气以后 赵云一也是当上了社团的团长 而也正是因为有了知名度的底气 赵云一才和搭档报名 参加了相声有新人的节目录制 这也是他和郭老师的 第一次正式见面 而也就是出现了 视频开始的那一幕 但是很可惜的是 当时的赵云一虽然有了进步 却并没有达到 晋级的水平遗憾立场 而这一次的节目 也是让他知道了自己的问题 开始在各类的剧场 和茶馆进行演出 既能提升相声 基本功还可以养活自己 随后在德云社 龙字科招生的时候 赵云一又报名 参加了龙字科的招生 给师娘王慧和卵云亭 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师娘王慧和卵云亭 非常重视的这个人 就是龙字科时候 面试效果非常好的赵云一 而为什么很多人说 赵云一拯救了 德云社龙字科的招生呢 那就是因为 在刚开始招生的时候 制度不完善 很多资源都被一些网红占领 导致很多人无法登榜 而没有登榜就不会录取 这也是让很多考生 感到委屈的原因 而这个时候 卵云亭第一时间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后续的时候 也刷掉了很多的网红 但是在这个时候 很多不错的苗子 已经被刷下去了 最后经过讨论 才开启了复活赛 在复活赛中 阮云亭见到了赵云一 对于赵云一的表现 极其的满意 但是奈何赵云一是女孩 又不好下决定 所以便找来了 师娘王慧进行复审 最终师娘王慧 看出了赵云一的才华 而赵云一也是 顺利的进入了面试 而且在面试期间 用一段八扇屏 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我说说你听听 在想当初 唐朝有这么一位粗鲁人 此人负姓欲持 单字名功耗敬得 宝定山后留五周 日抢三冠 夜夺八寨 自秦王夜叹薄比关 那竟得月下赶秦王 打三边还两剪 马跳红泥剑 自祥唐以来 中南大战王始冲 扫北收服皮克能 跨海争动 月下仿薄袍 唐王得胜 半世回朝 那玉池公 因在五门之外 拳打皇叔李道宗 打落门崖二尺 唐王大怒 贬至田庄 到后来 博袍仿竟得 那玉池公独坐 船头锤掉 忽听得身背后 人又喊马又叫 无奈中东薛平辽 道子前来访故交 你我金殿去交 只保你为官 永在朝 而在面试结束以后 郭老师也是展现了 对于赵云一的欣赏 并且在后续直播的时候 谈及到了这件事情 所有这一次 走音龙子科报名的 只要是我们招下来的女孩 基本上都是为了鼓曲做准备的 但是呢 我现在可能也岁数大了 我这脑子有点活分了 万一有何事的女孩 愿意试试相声 也不是不行 你看就这些个女学员里 你有看上的吗 这三天直播下来 只有一个女孩 我觉得如果说她想试试相声 我倒觉得同意 谁这么忠幸 就是那个叫赵云一的孩子 只有赵云一 说我想试试相声的 我还同意 剩下的女孩 我觉得如果 通过鼓曲老师的考核之后 要是想唱鼓曲 我觉得也是好事 你开一开 下次你就别费来劲了 而随后赵云一也是成为了 德云社的龙字科学员的一员 并且在龙字科学员首秀的时候 也是登台来了一段相声内容 这条话就是我们娘儿俩来的 再给您说一条 母子相声不多 先生先生别说 朋友们我没想到 跟女演员上 还有个人理的女生 哪儿是娘儿俩的 那又俩呢 我比你大 俩俩的 不行 姚哥就俩俩 而赵云一虽然说 现在还为拜师 成为郭老师门下的女弟子 但是在很多相声段子里面 已经可以看到 用赵云一掀挂了 比如在高峰和郭老师 两个人的演出中 您看我靠完整之后 想不想看你 你 你 男女 我喜欢这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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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赵云一是否能够拜师郭老师 其实也是一个疑问 因为曾经虽然说在贺字科也有过女弟子 但是毕竟还是少数的人 而赵云一只要是好好的学习成长 就算是不拜师郭老师相信也会拜师师娘王会 不论是谁的弟子 都会帮助他在曲艺这条路上有着更好的发展 而回到最开始的话题上面 为什么很多人说赵云一拯救了龙自科的演出呢 那就是因为在复活赛中的赵云一太过于亮眼 随后在郭老师首次直播连麦的时候 也是询问赵云一现在的社团是否有着人才 有的话可以拉过来连麦 而赵云一介绍的社团成员都被郭老师一一通过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真正想学曲艺的演员 才平复了龙自科招生时期网红多的乱象 因此赵云一也被很多人称之为龙自科救星 大家感觉赵云一最终会拜师郭老师吗 欢迎留言和老魏说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